大家好我是阿丁 今天是2020 11月27號 下午2點鐘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畫面 大家在正式服應該是無緣見到 那是什麼東西呢 那就是這個新的角色莫塔斯 因為正式服更新的時候應該 這個 那個什麼鬥技大會應該活動就結束了 所以說現在鬥技大會在先鋒服是有機會出現這個莫塔斯的 那我有這個抽到幾次 但是我用起來覺得 還不是很清楚他在做什麼 可能就是反正就是這些都是隨機上嗎 上一上就結束了 我覺得他的作用有點像是希拉斯 但是我覺得希拉斯比他 比他好用一些 因為希拉斯專30的話全隊都會有攻擊力提升 然後他的開大招會讓一個人保不死 那這個莫塔斯的話 他是開大之後會讓一個這個攻擊力最高的人攻擊速度增加 我覺得希拉斯讓他強制不死這個會比較好運用 但是沒有關係這個只是單純在在在在測試而已 好 那這個我們來看一下吧 因為現在這個先鋒服已經可以打這個試煉之地了 在更新的隔天早上8點就會推出這個新的活動 那這個賞金試煉新英雄兩個禮拜中 可以試用 那祕寶俠灣的話還有3天17個小時後結束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信件 好1.52版 新的祕寶俠灣會在12月2號開啟 那今天是11月27號嗎 所以說大概是在一個禮拜之後 那按照一般新的祕寶俠灣就會配上新的英雄 所以說這個適用的英雄呢 現在先不要適用 因為很有可能祕寶俠灣 這一次應該是第五輪吧 這個新的祕寶俠灣 可能某一關你要用這個 莫塔斯 所以我們現在先不要適用後 等到這個下一輪的祕寶俠灣說不定就是 第一個禮拜就會用到莫塔斯 好那我們來玩玩看這個賞金試煉吧 這一次賞金試煉有做調整 就是 這個上次信件所說的嘛 他就是會變成是那個 鑽30 紅酒傢俱嗎 好像是這個樣子 那只有他一個人是紅酒傢俱嗎還是說全部的人都是紅酒傢俱呢 那我們就來看看吧 好這邊的對話都是一樣 這邊對話都是一樣 哇連敵人都是紅酒傢俱 那這樣撤起來應該是很過癮喔 但是這個基本上大家超功課應該還是不變喔 就是 怎麼說呢 因為這個應該還是一樣 你不能夠自動的去開那個大招 所以這個戰鬥結果都已經決定了 所以我覺得鬥技大會也是這個樣子 萬一說你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資料庫的話 你應該就可以 算出這個勝率100%的那個排法 但是不可能會有人這樣做啦 好那這個的話 我蠻血 我知道這要怎麼擺 當然是胖胖的莫佐斯 然後阿塔利亞 斬你的那個薩菲亞 讓你開不了那個屏障 那 希拉斯我很愛用喔 然後咧 然後上誰咧 酒桶 酒桶很好用耶 酒桶而且他是藥光的 藥光也是克滿血 好吧 那我們第一關就這樣配吧 全部都是酒紅家具 這樣忽然覺得好猶豫喔 有點像是在打這個 NPC版的那個那個鬥技大會 如果說都是酒紅家具的話 哇 哇 哇 有辦法嗎 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第一關就出師不利喔 感覺這個酒桶撐不下去喔 希拉斯還是不要用希拉斯用蝴蝶勒 控死你們 可是這樣子我就沒有什麼攻擊手啦 難道我也用德雷斯嗎 大家拼開大刷 刷到爆 好德雷斯準備開大 好德雷斯開大秒全場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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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對面的德雷斯比我強耶 不行不行不行 那幫我換一下好了 換個位置好了 這樣子 賭德雷斯 把對面都解決 好 莫佐斯控住了對面德雷斯 啊我的德雷斯在開大了 好 都拚德雷斯 啊我又輸了我又輸了 啊不會吧天啊 那不用德雷斯了那怎麼辦呢 你看希拉斯不知道在做什麼 這個還是酒桶好了 應該還是要斬那個薩菲亞 好換個位置行不行 莫塔斯我要莫塔斯掛掉 好 OK 換個位置後讓讓酒桶吃到希拉斯 有沒有感覺好像希拉斯的作用比較大 他給酒桶上了一個這個這個buff之後 酒桶就就就就保命了 好酒桶開大 希拉斯開的大 他給誰啊 不是很清楚 攻擊力最高難道是莫佐斯嗎 好希拉斯給這個酒桶注射一下 然後酒桶暫時不會死掉 我覺得 我還是覺得希拉斯比較好運用 那莫塔斯的酒紅家具是說 他給一個人這個 因為他大招是給人家buff嘛 然後那個人死掉之後呢 他會回收 然後呢這個會有三次 也就是說他給那個人死掉之後 他回收之後他會變強 然後呢他再給然後那個人又死掉他又變強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喔這關是亡靈喔 那我用希瑞斯好了 然後我展奧登好了 奧登比較討厭 那就不上 這關不上希拉斯好了 這關上蝴蝶好了 酒紅家具的蝴蝶其實生存的力很強喔 噴水水 這樣子我攻擊力最高應該會是阿塔莉亞吧 好過關 有女妖的場合還是要上一下那個蝴蝶喔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改變得好玩多了 因為至少全部都是紅酒家具 就真的是還蠻過癮的說實在的 就看一下喔 這邊是阿塔莉亞我要展誰 我覺得 我覺得梭莉絲比較可怕 莫佐斯應該是固定的吧 就算沒光環的話 我覺得雙惡魔受傷回能光環也比較重要 莫塔斯應該是給這個阿塔莉亞 阿塔莉亞應該是攻擊最高沒有問題吧 好控一下 又給酒桶囉 酒桶的攻擊速度應該增加 哇酒紅酒紅家具獅子鎖血鎖好久 酒紅家具大家都打好久 之前那個沒有裝武也沒有紅家具 就打得比較快 現在打起來就就還蠻過癮的 你除了可以測到這個 這個怎麼講這一次事件之地的主角之外 你也可以玩到其他角色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改得非常好 這個應該是埃隆西過來 然後有羅萬 酒紅家具的安丹德拉 應該很猛吧 酒紅家具的安丹德拉 酒紅家具的 哇每隻都好想上 之前你會覺得有些角色啊 你覺得上場 不知道幹嘛 就是完全不會想擺他上場 可是現在有這個酒紅家具啊 就覺得好像每一隻都想要擺上來了 安丹德拉酒紅家具 當時有 就是看那個敘述感覺上 就是會跟伊索德一樣越來越猛 可是也有人測試說還是不好用 我們來看看 他上了這個莫塔斯的buff 哇還是不行喔 上了莫塔斯的buff的安丹德拉還是打不贏這個 這個伊索德 那怎麼辦 九紅家具的這個納可露露好像是 好像是屬於自己 怎麼講 自己 自己保命喔 那換烏龜勒 超坦克烏龜 Buff上給這個安丹德拉了 莫塔斯上給安丹德拉 上給埃隆 莫塔斯的這個埃隆 又上給埃隆 又上給誰啊 隨便 對面有控場的 好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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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安丹德拉應該進入了這個這個免控了吧 OK獲勝 好 安丹德拉應該是靠安丹德拉 我覺得應該後面安丹德拉已經進入免控狀態 我們再來看一下安丹德拉的九紅家具 這個真的是很少見喔 專屬家具 自己累積 累積失去了110%最大生命值的血量之後會免控 戰度力提升45%而且每秒恢復50點能量嘛 因為他的回血會很快 所以說他邊打邊損血邊回血然後累積失去了110% 他的生命的時候他就會變成免控然後會不斷的恢復能量這樣子 所以應該是蠻好玩的啦安丹德拉 只是沒有辦法讓他撐到就是就是說失去110%生命的那個攻擊力就是 重新進去之後那個那個 試煉的衛兵會跑出來 但是沒關係他重點是你只要拿完所有的獎勵就好 這一關的話 他跟誰換位置啊 跟莫塔斯換位置 莫塔斯會不會瞬間被蒸發 又有埃隆 這個不好打 看看這樣子好了 安丹德拉開大 安丹德拉剛剛這樣補一補應該失去了自己110%的血量了吧 安丹德拉挂掉了 行嗎還是打不贏 這個莫塔斯應該是已經回收人家的這個能量但是還是不行 可是我覺得差一點喔 放個位置就好 這個不需要試了這個過的這個你的位置 過的去就是過的去過不去就是過不去 所以我只是換一個位置而已 再加上一個buff OK過了齁我剛只是把羅萬換個位置而已 因為覺得就差一點點嘛對不對 哇九紅家具的春菇 哇看看喔 依索爾德 打快弓嗎 靠狼人 靠狼人把對面全部解決 好 試試看 安丹德拉 雅爾貝德喔 可是我沒有任何沒有任何虛空萊克 啊 掛掉了 掛掉了 雅爾貝德救不了是不是 我沒有任何虛空萊克 可是雅爾貝德會保命一隻啊 我是想打快弓啦 可是 可是對面有這個阿諾奇喔 是不是老鼠啊 是不是老鼠的那個地雷啊 老鼠的地雷所以說讓我掛掉是不是 那這一關要怎麼配勒 這樣子我狼人衝過去會死掉 好 如果是八燈呢 紅酒家具的八燈是什麼 奧斯卡掛掉了 好上buff上給 好都死掉 好像好像奧斯卡沒有發揮作用 那如果是小羊呢 小羊紅酒家具是什麼 人家靠近之後會怎樣 群體魅惑 好 上buff上給 上給八燈了 哇 我覺得那個 好痛喔 那個 酒紅家具的那個 春雨姑娘 糟糕了糟糕了 這一關要怎麼解 這一關要怎麼解 艾茲 薩菲亞 用元氣 用元氣彈嗎 這樣是有這樣是有一個光環啊 可是狼人過去對啊狼人完全沒有辦法過去喔 薩菲亞 哇沒辦法 我卡這一關了 想想看想想看 這關怎麼辦 等一下 不要狼人不要狼人 就好像八燈 八燈好像剛剛輸出還打比較久 叫一些分身 叫大招 哇 哇行嗎 元氣彈 哇老鼠 哇哇哇 說不定有機會 我不應該跳掉是不是 我剛剛是不應該跳掉 好再看一下我我只是換個位置而已 難道太早放棄了嗎 亞亞貝德開大 薩菲亞開大 拜託擠滿氣 可以耶 好看一下我怎麼擺的 亞爾貝德 奧瑟羅斯 薩菲亞 巴登 跟莫塔斯 喔 我這個 那個看到紅酒家具的村姑就會想到這個鬥技大會的惡夢 莫塔斯應該是很怕被 被切吧 不要讓他對安丹德拉 既然這個隊伍可以那我們就繼續用吧 薩菲亞上了這個狀態他的攻擊力提升了攻擊速度提升 那這一顆元氣彈就應該會變得更猛吧 炸死兩個人喔 又上了buff 巴登也上了這個攻擊速度提升buff OK 上面這個打一下忘記打 這一關喔 光攻 光攻 這一關會射後面 那我是不是用狼人切過去 切到後面去 好上buff上給誰勒 是奧瑟羅斯嗎 這個應該 上給狼人吧 好這邊都沒什麼問題 OK再來是這一關 這個羅萬神 羅萬神 安丹德拉野神 埃隆西 納可露露 納可露露快速的切好了 因為這邊我的角色都是都是攻擊力很強的 所以我就不上戴蒙打 打防守了 就直接拚攻擊了 哇 哇 哇 欸 欸 蛤 納可露露救大家行嗎 納可露露爆發力 不行不行 會被奶回來會被奶回來 還是不要上 不要上安丹德拉勒 哇 戴蒙開大 有戴蒙更猛喔 好啊 那就打穩一點吧 德雷斯切過來沒有用 被我的這個埃隆冰住了 好 這樣子打更穩一點 OK 再來是這邊 哇 又是春菇 剛剛春菇是怎麼打的 薩菲亞嘛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這邊是可以切進去的 因為剛剛那邊有老鼠 這個的話對面感覺上不是很痛 只有一個趴趴熊 那我上埃茲好了 看可不可以控一下 雙惡魔 至少封一下你的必殺技 好 莫塔斯上給誰 不知道 上給誰啊 看不清楚 莫塔斯 莫塔斯不會開大是不是 因為他已經上過了 莫塔斯不會再開大了啦 一個人只會上一次啊 對不對 你看莫塔斯他開不了大 他不能給自己上了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 那個有點像是希拉斯喔 有沒有希拉斯沒有辦法幫自己注射 超時了 有沒有看到 這邊到時候影格會記錄一下 整個後面莫塔斯他都沒有開大 這點跟希拉斯很像 因為當時的希拉斯就是這個樣子 希拉斯是說當場上只有他自己的時候 或者是春菇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狀況跟希拉斯有一點點不一樣 就是說 這個 希拉斯是 他不能夠救自己 或是說讓自己暫時無敵 莫塔斯是這一招他一定要是給 給別人就對了 所以說就是大概是這個樣子 怎麼 怎麼好像越打越爛 反正就是說場上沒有友軍的話沒有可以施放對象的友軍的話 那這個莫塔斯跟這個希拉斯都沒有辦法開大招喔 我啊 有春菇就會變難打喔 真的很麻煩 好那如果說是雅爾貝德 上個buff 莫塔斯是這個樣子 我剛說錯了應該是說 希拉斯說希拉斯是場上沒有人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去 除了他自己之外 沒有其他人的話他的大招就開不起來 莫塔斯有點不一樣 莫塔斯是說 場上還有友軍 但是這個友軍已經被上過他的大招的那個加成 他就沒有辦法再再使用 好稍微注意一下 冲菇關 這一關的這個冲菇關是使用 亞亞貝德 奧瑟羅斯 莫塔斯 狼人跟這個薩菲亞 好結束了嗎 我們來再看一下這個莫塔斯的大招 將自己全能賦予最高的人 然後到戰鬥結束 是到戰鬥結束 所以說事實上 他這個技能的說明就是我給你一次你戰鬥結束你都會有這個效果 所以很乾脆 但是就是說我給過你的之後 其實我再給你也沒有用 所以說這個遊戲就不會 所以我覺得就是一開始是給攻擊力最高 可是如果說攻擊力最高的還活著的話 那他下一次應該會去給這個次攻擊力高的吧 應該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說場上所有的友軍 他都給過了 他都給過了 那就會變成是說 就沒事啦 就不開大啦 因為他的大招也不是像希拉斯可以補血啊 還是說補能量啊 加什麼東西 沒有他就是 我給過你一次之後呢 你到戰鬥結束都有這個buff 所以說就是 是很乾脆啦 但是就是 我再給你也沒有意義了 所以就是這樣 輸掉了 這個安丹德拉呢 還是 這邊我要用什麼呢 安丹德拉 這樣子應該是OK啊 再試試看 好吸一下吸一下 換安丹德拉 給誰勒 給納可露露 納可露露給完的話 下一次應該是給 應該是給 應該是給安丹德拉了吧 對是給安丹德拉 沒有用 這個很討厭喔 這樣子 安丹德拉先去切 先去切冰魔 剛剛一直被冰魔搞 上buff上給誰啊 上給戴萌 戴萌這邊有那個紅色的那個東西 那個應該就是那個什麼 莫塔斯給的那個全人呢 戴萌給完之後是給這個安丹德拉 然後再來是那個納可露露 所以說可以看到他不會重複給 他不會重複給 他就是一個一個最高生命值這樣子給 好 過關了OK 好所以這是莫塔斯的特性喔 希拉斯的特性是 場上 沒有其他友軍他就不能用 但是如果說就是有一個友軍就像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我做一個這個 這個演示嗎 就是女僕跟他配 然後女僕 女僕一直開大 然後希拉斯就一直給他打針 這個這個看起來很好笑 可是如果是莫塔斯的話 就會變成是說女僕開大 然後莫塔斯第一次給他 給他這個全能之後 再來莫塔斯就不會給他全能喔 因為他已經給過了 那就變得是莫塔斯他就開不了大 他也不能給自己 除非是紅衫家具的話 就是說女僕死掉他會回收 這樣子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拜拜